你跳一個我跳一個 我們相約去擄走這些女孩當作自己的老婆 這是看起來像是一個雅典英雄會做的事情嗎? 檯面正中央有一位紅棕色捲髮的男人 他頭戴金色王冠身穿華麗的紅色長袍 坐在金色寶座上 寶座手臂的位置還刻著金色的公羊頭 他手持燃燒的拳杖 身旁全都是鮮豔的綠色甜眼 後方還有一隻昂首挺胸的公羊 畫面更後面的 有一座美麗的衛城 有白色的柱子以及門廊 排面中的是雅典國王特修斯 他在之前權杖數字牌的解說也有出現 是陪伴Jason一起去取得金羊毛的夥伴之一 他有兩位父親 他的母親在新婚之夜 和雅典國王艾勾斯睡了幾個小時 又和海神波塞頓睡了幾個小時 所以很難說他到底是凡人還是半神半人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他的確都做了很多不平凡的事情 他的父親艾勾斯在離開之前告訴他的母親 他會將一把寶劍以及一雙涼鞋藏在一顆大石頭底下 如果孩子成年之後 帶著寶劍以及那雙涼鞋出現在他的面前 他就能夠認出這個是他的兒子 所以就在特修斯成年之後 他帶著那把寶劍以及那雙涼鞋踏上往雅典的旅程 他的母親提醒他說希望他走海路 因為可以避開陸地上一些作惡多端的人 但是特修斯為了證明他自己 選擇走了陸陸 並且把陸地上那些坐姦半坑的人都殺了 平安抵達了雅典 但不巧的是 他並沒有先被他的父親艾勾斯認出來 而是被他父親的妻子美迪亞先認了出來 我們先不管他怎麼認出來 重點是又出現美迪亞了 他就是在權杖數字牌當中 是一個心狠手辣連自己兩個孩子都能殺的魔女 那這當然也是在他殺了Jason兩個孩子之後的故事了 美迪亞為了不讓埃勾斯認出他的兒子 並且把王位傳給他 因此就說服埃勾斯給這個年輕人一個考驗 讓他去解決了在馬拉松這個地方 困擾人民許久的克里特島公牛 而特修斯也完成了這個任務 這就讓美迪亞對他起了殺意 打算在慶祝的宴會上 用獨酒獨死特修斯 但就在這時 被埃勾斯認出了特修斯是自己的兒子 還有美迪亞的軌跡 所以在確定特修斯繼承的人身份同時 從雅典驅逐了美迪亞 以上是揭開他身世以及被證明的過程 其實就已經做了不少的事情了 但事實上他最為人所熟知的 是將阿提卡半島上四個部落統一 並且建立了雅典未成 接下來故事就比較有曲折了 在他神生中有三個故事比較完整的妻子 第一位是阿里阿德捏 她是米諾斯王國的公主 雅典定期都需要送七個青少年以及七個青少女 到米諾斯王國當作祭品 獻給迷宮中的半人半牛的怪物米諾陶洛斯 但是特修斯覺得相當的不服 他就說服父親 讓自己當作其中一個祭品 前去殺了米諾陶洛斯 在這個過程中 米諾斯王國的公主阿里阿德捏 愛上了特修斯 所以協助他能從迷宮中成功逃離 並且特修斯也不負眾望的殺了米諾陶洛斯 就在他們帶著這十四位青少年少女 回去雅典的路程上時 特修斯卻拋棄了阿里阿德捏 有一說是說九神迪奧尼索斯喜歡阿里阿德捏 所以威脅了特修斯把他留下 另一說則是特修斯愛上了別的女孩 所以才拋下了阿里阿德捏 接著第二位就是他正式的第一位皇后 亞馬遜的女王或者是亞馬遜的女戰士 這邊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是安提爾普 也就是迪玉斯王國的公主也是亞馬遜的女戰士 第二種說法則說是希波呂特 她是戰神阿瑞斯的女兒 也是亞馬遜的女王 特修斯會娶她當皇后 也是在戰爭過程中把人家擄回來當老婆的 希波呂特也為特修斯生了一個兒子 叫做希波呂托斯 最後第三位是在前妻亞馬遜女王 去世之後才贏取的 這邊超級吊詭 他娶的是阿里阿德捏的妹妹斐德拉 而斐德拉還愛上了他的兒子希波呂托斯 據說可能是因為被詛咒才會有這樣的發展 那就在希波呂托斯拒絕了她這個繼母之後 她就生氣的去向特修斯告狀說希波呂托斯侵犯她 導致特修斯一氣之下詛咒了自己兒子 讓希波呂托斯意外身亡 後來斐德拉也自殺了 從這些故事來看就可以發現 不管是在感情還是他的偉大的事業上面 特修斯都是一個富有熱情以及執行力的人 從上述的故事可以發現 特修斯是一位只要有想法 就會富足實行的人 她有熱情也有衝勁 這跟權杖歧視非常的雷同 但同時又多了高貴以及宇宙不同的力量 所以她才能夠領導雅典統一城邦 不過從感情狀態來看 她就是典型的大男人主義 她甚至曾經跟好友相約 要去娶宙斯的女兒 你挑一個我挑一個 我們相約去爐走這些女孩 當作自己的老婆 這是看起來像是一個雅典英雄會做的事情嗎? 感覺好像怪怪的 但她在各方面會一直有目標也是真的 她會不斷有新的想法 並且去嘗試這些想法是否可行 放在國家治理上 她可以作為一個英雄主義為了眾人而付出 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會變成單純的自私 就像是她可以拋下阿里阿德念 或者是詛咒自己的兒子 總結來說 高尚的熱情以及挑戰精神 放在一位國王身上 有時候會顯得不太成熟 格局也不夠大 但若放在改革上面 卻又是可以帶來劃時代改變的人 那最後就想要問問你囉 人非玩人 你認為特修斯的攻擊 會被她的行為所抹滅嗎? 你身邊是否有一位如同全帳國王般的人物呢? 對於以下問題以及內容有任何想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也可以看看右方關於全帳數字牌的解說 我是Yoko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學